我是建議啦,一定要先看懂題目啦 另外的話還有第二個好處 就是說你以後在使用這個工具的時候 你也比較知道說哪個功能的什麼名稱 那將來如果你要跟別人敘述的時候 你也感覺會比較專業 為什麼?因為你也比較說得出那個名稱 那個功能的名稱 你也會比較能夠用一種比較專業、比較精確的敘述來說明 OK 所以這個的話我是建議還是稍微要把題目看一下 前面也是一樣 所以如果你以前做練習的時候 通常是跳過題目的話 那這個方式可能我還蠻建議一定要修正一下 就是說你還是要回歸到那個題目本身 到底要問什麼 那你去做這個動作 那最好的方式啦 就是模擬考 就是你反正自己練習的時候就直接看題目 如果你可以把題目印出來 然後通常不要看答案 然後自己試做 如果也做得出來 那實際上這個對你來說就不是什麼太過難的事情了 好 那應該這樣應該要通過就非常簡單了 而且你應該會非常的輕鬆 考試就是很簡單一件事 那我們來看一下 302這個體 第一個它都使用這個工作表 所以它以後的話它就是會還蠻自私化的就是哪一個工作表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工作表 那這個工作表是哪裡呢 其實你會發現 你就切到這邊就可以看到 就這個工作表名稱 體重追蹤表 OK 工作表直接就這些東西 然後呢 要做什麼呢 它就說呢 要進行圍 就是圖表 繪製 然後它說第一個 使用這個範圍 那就A到C的 30應該是最下面的一列 因為一個月剛好7月31天嘛 所以30應該是它最後一天的日期資料 然後插入一個含有資料標記 特別是喔 這個在那個插入圖表裡面 可以有個選項 就是含有資料標記的摺線圖 這個可能要看懂 然後呢 之後呢 然後將這個體重的數列 因為它插入 先會產生一個含有資料標記的摺線圖 可是 它是希望說呢 產生這個之後 再 學會一個叫做 變更圖表 改成區域圖 OK 所以 剛好 如果你直接自己平常練習的話 就直接插入區域圖就好了 可是它 是希望說你做這個動作 所以第一個 我們先照著它的方式來做 一 游標先放在 這個範圍之內 你說它 老實不是 A1到C32 不是要Ctrl Shift 向右向下 不用啦 因為 如果你按插入 這個圖表的時候 有沒有 它很聰明 它一樣 會自動幫你把這個範圍整個 就是 先選起來 它會自己幫你選 所以你不用特別去選 所以呢 你只要游標放在這個範圍之內 然後找到摺線圖的位置 那摺線圖的話 理論上 在這個區域裡面 可以看到這邊有個摺線圖 OK 那摺線圖的話 當然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 類似像 線條 就是摺線圖 其中的話 還有資料標記就是這個 其實應該可以猜出來 你游標如果放在上面的話 它應該會顯示出 這個叫 還有資料標記的摺線圖 或者是說 如果假設狼 你覺得這樣子選不好選的話 其他另外還有一個方式 在它的圖表 的那個 右下角有一個叫做 有沒有 右下角有一個小小的箭頭 叫查看所有的圖表 有沒有 那它點下去之後的話 也會 把所有的圖表 通通都顯示出來 那當然它新的版本 會多一個建議的圖表 可是以前好像我記得 舊的版本都是 會先跳出所有圖表 那你可以看到它就會分類 其中的話 有一類是摺線圖 當然這個畫面 可能你會 如果假設你比較親切的話 那你可以直接從這邊 所以有兩個方法 可以從這邊 也可以從這邊 當然我個人習慣 因為每個版本都不一樣 有時候換個版本 我怕會找不到 所以我習慣會從右下角這邊 點進來之後 找到這個摺線圖 然後還有資料標記的話 理論應該是這個 所以我們就選擇這個 如果不確定你點它一下 它也會出現 含有資料標記的摺線圖 考試是這樣 真的 你不能亂選的 你好像選一個 比如你選這個 好像都會點 看起來一樣 對不對 那你選錯了 做出來很像 但是 沒有分 所以你要做對的話 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請你特別特別注意 它如果要 含有資料標記的摺線圖 那你就要找到 一模一樣的名稱 含有資料標記的 才有分 那如果找接近的 或者找旁邊這個 都不對喔 插一個字也不對 這個也不行 一定要完全一樣喔 好 如果找到之後的話 你直接按個確定 那這個時候 當然它就會幫我把圖給畫出來了 放在這裡 那當然位置喔 可能不是很正確 所以之後它還會要求我們把這個圖呢 移到B的地方 移到哪裡 好像應該 就是這個應該是7月份的 所以就把它移到7月份的這個框框裡面 有沒有 OK啊等一下再移好了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第一個 含有資料標記摺線圖 OK了 第二個的話呢 它要我們做什麼呢 就把 將體重數列 所以在這邊的話呢 它希望把這個資料抓出來之後 然後呢 將體重數列改為區域圖 所以它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體重 體重 體重 你會發現這邊 這裡下就圖粒吧 然後呢 這個就是所謂的體重的資料 那可是問題來了 它希望把這個體重呢 還有這邊把它改 再改成區域圖 那所以如果你要改變它的話 上方有個設計的一個頁面 然後呢 就有個所謂的變更圖表類型 這個時候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改變一下 因為它是根據什麼 根據有沒有 你會發現 因為它有兩個資料 我們剛剛選的時候 因為有兩個欄位 有體重跟目標體重 所以它有兩個 兩個線條 兩個線條其實都是 含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 這個也是 然後它是共用一個軸 所以你會發現它的日期是一樣的 X軸是一樣的 但Y軸也是共用 那它是希望說呢 把其中一個叫體重的改變成什麼呢 原來是含有資料標記折線圖 把它改變成叫做區域圖 那區域圖你點擊之後有沒有 它會有在下方這邊就出現 叫區域圖了 那哪一個呢 它區域圖其實有三個啦 那當然它不是要堆疊的 也不是要百分比的 它是要就陽春這一個 所以就區域圖點一下 OK 那區域圖跟含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 最大的變化應該可以看得出來吧 折線圖上面是 因為含有資料標記有點嘛 它一變之後呢 它就變成像這樣 那區域圖有點像填顏色進去的感覺 OK 至於哪一個好 哪一個不好 其實當然喔 這個就很難說啦 如果看起來好像剛剛那個是比較好 但考試它要你要這樣做 那我們就根據它要的方式把它做出來 OK 然後按確定就可以了 所以喔 這個我都是按照它上面說的喔 有沒有 把體重這個數列 改成區域圖 這樣就OK了 所以按個確定 好 那可以看到 最後的話呢 看到結果就是長這個樣子 OK 有沒有 那你說老師那這樣好像沒有比較漂亮 這不是漂亮不漂亮 那考試嘛 那以後如果說你自己想要練習 工作上要用的話 那你就選一個你覺得漂亮的話 應該不是漂亮啦 能夠真的呈現 嗯 這個 這個 這個數據資料 齁 是原有的體重數列 然後呢 要兩個都一樣喔 並且再加一個 所以它等於是說 又要再把那個原來 剛剛改掉的那個 含有資料標記 摺線圖 又要再把它變回來 因為這個命題 我是覺得有點 讓人家不知道他到底在做什麼 不過就是考試啦 他就是要 剛剛這個還有資料標記 這個摺線圖不見了 他現在又希望你再把它變回來 可是問題要怎麼把它變回來 接下來就比較麻煩 就是變成說你要再增加一個數列喔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設計上面 除了變更圖表之外 這邊有一個叫做選取資料 那這個選取資料的話齁 意思就是說呢 我的圖怎麼畫出來的 其實主要是有兩個東西組成 一個就是把這個資料有沒有 把它丟到這邊來 然後讓它去畫出一個圖 那所以呢 啊 數據在這邊 圖的話就是你要用什麼圖來呈現 它大概有這個一個關聯性 那它這邊的話是希望怎麼樣 再變出一個什麼 體重 所以其實就是說它希望呢 你再去新增一個數列 OK 要怎麼新增數列齁 我看應該是這個意思 沒錯齁 就是呢 在這個之後 增加一個數列 然後把它變成 含有資料的摺線圖這個 放在第三個齁 那所以呢 我們要怎麼新增 當然如果你新增的時候 它會問你一些問題 什麼問題 這個問題跟這個問題 可是如果你不會回答 你先取消一下 因為它等於是說 要新增一樣的一個體重在下方 所以呢 其實我建議各位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先 游標先放這個體重上面編輯一下 那編輯的時候你可以參考 它上面顯示的這個資料來源 然後模仿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喔 它的那個 數列名稱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B1 有沒有 所以其實所謂的數列名稱 指的就是這個東西 那數列指的就是它下方的資料 所以是B2到B32 有沒有就是下面的東西 所以呢 你如果要再新增一個數列 你會模仿它來錯 所以我們要怎麼模仿 這邊的話 我把它取消一下 所以我先模仿它喔 先按編輯 然後我大概知道說 這兩個放什麼之後的話 那我再按前面的新增 然後呢 一樣呢 我的數列資料名稱 一樣選擇B1 所以點它一下 然後 數列值的部分喔 把原來的資料刪掉 然後呢 讓它選到B2到最下 最下的話 一樣喔 Ctrl-Shift向下 OK 好 選完之後的話呢 那等於按確定喔 你會發現又多一 一個數列了 有沒有 這個跟這個 有沒有一模一樣 又一個體重 然後它裡面的資料呢 理論上喔 你按編輯啦 它其實就會長一模一樣 但是有個地方不一樣 哪個地方不一樣 水平的部分 有沒有 目前的話呢 它這裡面顯示的是 如果你沒有特別指定的話 它就會給你水平 水平底下的那個 X軸的資料 預設的話 就是一個數字 但是如果你要 讓它顯示為日期的話 那很簡單 你按編輯 編輯它就可以 可是喔 如果假設你不知道 編輯的時候選哪個範圍的話 其實一樣的方法 你可以 再去體重這邊 按編輯喔 看一下 原來它這個水平底是A2到A的32 所以喔 我知道剛剛 跳 我再新增一次 再把它剛剛 所以 數列名稱有沒有 然後數列值的話呢 其實就是 B2 Ctrl Shift向下 OK 按確定就好了 然後這邊 記得喔 直接就按下編輯水平的部分 就是因為目前它裡面不是日期 所以你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 改成A2 到A2的下方 所以Ctrl Shift向下 好